來一年三首曲目之後 我在這裡先介紹在台上一班 勞虎功高為我們樂力拍和的音樂師傅 今晚的音樂領導 謝軒忠師傅 激昂領導陳如響師傅 響哥 還有為我們拍和的音樂師傅 就有排名不分先後的 羅偉平師傅 薛佳穎師傅 陳月梅師傅 黃銅生師傅 劉華強師傅 劉華劍師傅 黎耀健師傅 黃水甘師傅 林健超師傅 多謝 他們一班都是來自 深圳非凡軒曲藝社的大樂隊的所有音樂師傅 說起飛凡軒 我想我們唱樂曲界的朋友對他都不會陌生的了 因為他是由喬姐和陳馬良先生兩位主理的 那麼飛凡軒成為了我們唱樂曲朋友一個好好操曲的地方 亦都成為了我們所在心裡的一個聚腳點 在那兒聊聊天 很開心 好了 介紹今晚第四首曲目 送水給大家呢 是一首歷久不須的社團金曲 《重臺一別》 這首曲目呢 是由 賀非凡先生和鳳凰女小姐的名曲之一來的 大家不知道 知不知道內容呢 故事長篇大論的 不過我講回這一曲 那一段 因為 又有《重臺一別》 下半就有《花庭會》 很長篇 那麼就講這一曲 講到唐朝 德忠年間 梅良約家人 被奸上 勞己陷害 要全家抄斬 梅良約家人 隻身逃走了出來 去到揚州 找他父親一位世教 叫陳東初 陳東初知道這件事 收留了他 後期呢 還將個女兒陳幸媛 許陪給他 但當他們在 成婚之前呢 奸上奴己 奉聖子前來 要陳東初將個女兒交出來 派去出菜和飯 以下這一曲就講到 阿幸媛和梁玉 在重臺 妻言話別的慘況 為我們演唱這一曲的 當然是阿喬姐 她又唱梓喉這一曲 她飾演陳幸媛 而跟她合唱的呢 就是 廖炳媛同學 她飾演梅梁玉 有請兩位 演唱會 唱片 唱片 酷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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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